HAPPY CHRISTMAS 这还有一个Christmas小木屋 健康快乐 你把菜面先放到厨房 你把菜面先放到厨房 你说把这个花放到茶几这边 还是把这个高一点的放茶几 高一点的放这边 我的星星到了 然后我去给星星终于可以点个灯了 你这星星太富有了 疯狂掉粉 卡粉 我先给你放个灯 可以 可以 点灯吧 您 走着 可以 好看 下来 别把老铁给伤着了 我们的圣诞树终于有星顶了 然后今天非常的好 而且掉了很多的金粉 这头发真的是 我要疯掉了 大家知道吗 为了今天的圣诞晚宴 我专门出去洗了个头 洗完以后现在 头上的这些头发都很像太猫 今天呢就是 就是想跟腾哥 然后还有大家一起呢 就再加过一个比较有氛围感的圣诞节 今年的疫情呢也是比较反复的嘛 所以我跟腾哥就是想了想决定 今年再加过圣诞节 而且今年咱们从最开始 我觉得准备的就比往年要好很多 家里边布置啊什么的 比之前好太多了 去年是没有怎么布置 然后前年咱们就没在一块过圣诞节 大前年我怎么也没有什么印象了 而且我觉得在家的好处是 你可以直接的啥 干嘛 可以直接 就是吃饭也很自在 穿的也很舒服 然后你吃完饭对吧 看电影是个家 可以把鞋一脱 你在外边脱鞋不合制 然后先跟大家可以简单看下 我们家现在都有哪一些布置和装饰 因为我觉得在家里面的话 就有这些东西会就是加成很多 首先第一个最有氛围感的东西 就是我们家的这个圣诞树 圣诞树是上一次vlog的时候 跟大家一起装嘛 这次这个是以搜果为主题的 我们的新星到了 就多加了一个新星 然后底下呢 我还把这个白毯子也加好了 咱们的礼物还没放过来呢 对 现在就差礼物了 赶紧啊 好开心 所以我觉得反正一有圣诞树以后 整个家里面的这个氛围感觉 特别的好 但是白天腾哥不让我开 他怕会变 而且就家里面没人的时候 他也不让我开 他怕家里面会招呼 所以我们家就是家里面晚上的时候 有人的时候就会把它打开 所以特别的好 然后呢还给家里面又买了一些花 然后像圣诞节的话 花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有一点颜色啊 红色绿色为主 这一个小一点的这个花花 就有一点点淡淡的粉色 然后还有白色的这一个奥梅 这一个是我们刚刚就直接腾哥拿到客厅去了 是以这个绿色还有红色为主的 而且腾哥特别喜欢小厨橘 给他加了点小厨橘 然后除了这两个以外呢 我给家里面还买了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花 放在我们家一进门的这个玄关这 这个雪柳放到家里面呢 一下子这个氛围感也是特别的好 他这个花开的多好 还有一点淡淡的香味 然后一进门的地方呢 在门口我们还放了一个圣诞花环 然后这还有一个Christmas小木屋 就很可爱 然后刚才腾哥不是还说等我们吃完饭以后要看个电影吗 我们就是在家看电影 那么在家看电影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人 就是我们家的这个激光电视 腾哥真的超级爱 他跟我说以后我们搬家不管到哪里 他都要把他带着 你还记不记得咱俩那天刚把他拿回来以后 然后一开声音我说哇这声音特别的立体 就是那种杜比影院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赶紧吃饭 然后吃完饭以后就可以看电影了 开心 走吧走吧 那我们现在去做晚饭 跟大家一起吃一个圣诞的晚宴 我跟腾哥还有大家的约会 好像人有点多 哈哈 哈哈哈 呀 呀 呀 哈哈哈 这个是我们为圣诞准备的餐盘们 基本上我们每一个都是买了一顿 这个好可爱 外面全是圣诞树 我们家的桌旗 终于到了买了一个这种红伞 什么学员 甘粉刀 这个的话我觉得咱现在用完过年还能用 对吧 节点小能手 然后这其他东西就蛮好了 然后因为桌旗没有放 所以还没有正式的摆 咱们把这个搞一下吧 我记得不是买了个桌布吗 没有桌布都卖完了 这么想不想 桌布已经卖完了 所以只有桌旗 就是反正过年的时候再买一个桌布 百号 它挺好看的 然后它在底下有一个小启启 好臭 嗯 但是我发现我买的这个颜色好像不很好看 我想买那种玫瑰金 但是它这个太玫瑰了 偏红了 我觉得 太红了 我觉得 可以 好看吗 还行 还行 仪式感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让人挺有幸福感的 真的真的 我觉得我原来就不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 你觉得吗 对 我也就进步 我也 我更没有 你有 我觉得你挺弱的 生意的后合 那你也有 我有 你也有 好玩 好玩办的 嗯 自然很有幸福感 这蜡烛真能点吗 当然了 在城堡里 不 我觉得我现在整只就是在米其林三星酒店 哈哈 因为三个蜡烛 哈哈 还发现这是一个高低还不一样 对 对 对吧 这是一个降续材料的生态 哈哈 这边走 哦 烛光晚宴 这边走 烛光晚宴 这边走 你还好不良 哈哈 哈哈哈 这边走 好看 这个都说不应该给热 让它晾起来 什么 你要吃几个草莓啊 等一下 几个草莓啊 对 好多忘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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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